在这个修仙的世界中,逍遥仙宗的孤月峰无疑是一处独特的存在。此刻,刘月真人的洞府门前,一名身着弟子服的人正犹豫地窥探着屋内的情况。玄灵注意到这一情景,询问他在做什么。叶雪被吓得一惊,身体微颤,表示自己只是想看看师尊。听到这个解释,玄灵严肃地提醒他,在他入门之前,就已经明确交代过两个规定。一是不能随意进入师尊的院子,二是师尊打坐时更不能打扰。 叶雪显然违反了这两条规定,这让玄灵有些生气。叶雪感到无语,但对方是师兄,他只能听从命令退下。自从师尊将他救回后,他再也没有机会单独见到师尊。每次他想见师尊时,总是被玄灵拦下,这让他感到非常无奈。玄灵也心有所想,为什么师尊不把叶雪交给其他师叔,而要亲自留下他,明明之前孤月峰只有自己和师尊两个人。在内打坐的当事人师尊睁开了眼,他自然感应到了屋外两个人的动静。 虽然门外,这俩少年如今会幼稚地伴嘴争宠,但谁能想到,这两个少年以后会成为修仙界的大佬呢?尽管如此,实际上他一个徒弟也不想说。他只是一个穿书人,穿书前只是一条咸鱼射处。穿书后,却成为了两个大佬的高冷师尊。 可惜这师尊不是主角,真正的主角是刚刚在屋外闹出一系列动静的两人。男主叶雪一路打怪升级,还顺便和他的大佬弟玄灵,谈情说爱。 而他这个师尊的结局却是渡劫失败,灰飞烟灭。既然如此,还不如躺平。 按照剧情来说,他还有几百年可活,实属是赚到了。唯一要做的事情,便是好好扮演高冷师尊,别被人发现是假的。不然仇家上门,怕是会呜呼隔屁。 师尊闲着无事可做,便决定去看看自己的两个小徒弟是不是在认真修炼,体会一把当老板的感觉。 没想到出门后见到的,却是叶雪在院外打扫落叶。 师尊喊了一声,叶雪听到了,很高兴。 师尊问他,为什么在扫地,是不是今天的修炼完成了? 叶雪看到他出现后,满心欢喜,笑意盈盈地表示自己已经做完了,所以出来干点活。 师尊让他回去休息,不用在这里打扫。 叶雪有点失落,答应了一声。 但是这时候,他的肚子忽然叫了起来。 师尊这才察觉到他还没避鼓,叶雪也有点不好意思。 他告诉师尊,师兄说自己还要过些日子,才能避鼓。 而吃穿用的这些,平时都是师兄安排的。 当时正好有人来找师兄,所以就把他没吃饭的事给忘了。 师尊心里不由得有点心疼。 虽然自己的人设是高冷,但也不至于不管弟子的死活吧。 于是他让叶雪等一会儿。 瞬息之间,师尊就在叶雪面前消失了。 不过几秒,他又再次出现。 手上正提着从储物界里拿出来的点心,叶雪接过点心,很是感激地连连道谢。 他心里想,虽然宗内都说师尊冷漠无情,但是自己终于知道了真相。 师尊肯定是好人,不然怎么会想到给弟子送食物呢? 师尊继续承诺,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他,不用在外面等待。 叶雪更是喜上眉梢,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 不过他实际上也想住在师尊的院里,毕竟玄灵师兄和师尊住在一起,而自己却是一个人。 师尊听完后瞬间明白了。 他表示一会儿就让玄灵搬去和他一起住。 心里想着,叶雪应该是想和玄灵一块住,只是没想到,他们现在就开始不对劲了。 叶雪也没想到,对方居然领会,错了意思。 他表示,师兄是不会同意的,正要和师尊继续解释。 玄灵突然回来了。 他看见正在交流的两人,心中暗暗感慨,自己才离开一会儿,他们居然就亲近上了。 玄灵立刻向师尊打招呼。 师尊见他回来,表示他回来的正好,正好今晚就可以和叶雪住在一块。 玄灵很震惊,自己不过出去一会儿,究竟发生了什么。 师尊继续解释,玄灵也大了,不能像小时候那样总待在自己院中,让他赶快收拾一下。 交代完这一切,他就回屋了,徒留两个人待在原地。 叶雪觉得,师尊应该是误会了什么,但又觉得是自己的错觉。 玄灵则在心中生气,没想到自己才离开一会儿,师尊就被叶雪说动了,还把自己从师尊院里赶了出来。 这个叶雪当真是好手段,之前真是小瞧了他。 而自觉做了好事的师尊则在暗自得意,一切都在暗着剧情发展。 师尊让玄灵进了屋子,把衣服脱掉。 玄灵心里想着,这发展速度也太快了吧,他还没有准备好呢。 他表现得很娇羞,甚至战红了脸蛋。 一旁作者的师尊有些无语,他不明白自己的这个大徒弟究竟在想什么。 师尊表示,想要看一看他的魔纹,毕竟宗主把他叫过去,想来也是因为他的魔纹不受控制了。 玄灵这时候才明白自己理解错了,他心里有些失落。 表示只是因为近日心神不宁,所以才导致魔气波动,让宗主询问了情况。 他脱下衣服露出了胸膛的魔纹,师尊仔细查看,甚至将手放到了魔纹上,抚摸光看其是否有变化。 这时候,叶雪推门而入,他正准备禀告师尊宗主来了,却没想到,看见房内两人十分亲密,似乎轻轻我我的样子。 叶雪觉得自己裂开了。 师尊也不知道为什么,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心虚。 他轻咳了一声,表示玄灵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,让他把衣服穿上。 玄灵面不改色地把衣服穿上,可是在看向叶雪时,似乎散发着怨气。 叶雪才发现自己想差了,于是乎赶紧把宗主在茶室等他消息,告诉了师尊。 茶室内,等候多时的宗主看见师尊到来,叫了声他的道号刘悦。 刘悦也开始询问师兄来世,所为何事。 宗主解释,有一事需要他帮忙,不知他情不情愿。 刘悦表示,但说无妨,原来是新魂宗宗主,想要将少主暂时留在他们宗门。 但是那孩子身体不好,只有刘悦的居所,最清幽安静。 刘悦明白了他的意思,这事把自己当成收容所所长了。 他想要拒绝,没想到自己的这个宗门师兄开始哭诉,说他们宗门一直是入不敷出, 原本他也不想掺和其他门派的事,但奈何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 刘悦最终还是心软下来,答应了他的请求,想着正好可以和自己的两个徒弟作伴。 想当初他穿过来时,就已经被自己的贫困震惊一次了。 只是没想到,穿越后,还要继续当打工人,真是打工人打工魂,打工都是人上人。 宗主在说完这一切后,又准备聊些家事,随即询问刘悦,近日是否过得还好。 自己一直忙于公务,并没有来见他。 刘悦也很理解对方,毕竟他是宗主,自然应该以宗门为主。 而且自己的徒弟都很乖巧,最主要的是,不用上班,简直不要太开心。 星魂宗的夜晚,侍女们看到屋内的灯还亮着,有些疑惑。 少主不是明天就要去逍遥仙宗了吗? 为什么这么晚还没有睡? 一个侍女担心少主身体弱,不会是晕倒了吧? 两人商量着,要不要进去看看。 最终决定,要是出事了就跑路。 这时,少主沈修连从门内出来,指责两人不盼着自己一点好。 而且他这样的美少年怎么会出事情? 侍女提醒他,已经过了百岁生日了。 沈修连再次表明自己的身世和资历,却被侍女冷嘲热讽。 顾月峰上,玄灵带着沈修连来见刘月,说对方在湖中停等他。 沈修连感慨,和玄灵好久不见。 难道他不想和自己多说说话吗? 自己可是,相当想念玄灵。 玄灵知道他的性子,表示两人没有就可续。 如今既然来了顾月峰,就要守规矩。 他还要再威胁一番,被沈修连一句自己是病人给打发了。 沈修连心里想着这人相当讨厌,并悄悄说了句为什么魔物没杀了他。 莫非是因为对魔物而产生了多余的感情。 两人之间杀气肆虐,沈修连闭嘴选择离开去找刘月。 刘月已经等候多时,见两人过来连忙问候。 在玄灵离开后,沈修连入座,刚一坐下就开始装哭,表示对方已经忘了他吗? 刘月满脸问候。 沈修连开始诉说他们之前的山盟海誓,刘月则内心慌张。 小说里可没这样的剧情啊,自己能不能把他退回去? 说了一堆后,沈修连发现即使是假的,刘月似乎也半信半疑。 他没想到刘月真的忘了自己,于是乎连忙收住了之前的架势,再次张口正正经经自我介绍。 刘月则是相当疑惑不解,究竟是怎样的走向啊? 玄灵一夜未眠,他总是会想起沈修连说的话。 他忽然惊坐起来,觉得自己当初不应该听她的话。 玄灵起床出门,正好遇到了叶雪在吃早餐, 他便提起当初让叶雪闭谷的事。 而且,对方还用这件事骗了刘月。 叶雪眼神游离不定,觉得自己实在是忍不住,顺便客套表示要不要给他分点。 玄灵看着他丝毫没有挪动的碗筷,也知道他是敷衍,不由得开始头疼。 这时候,沈修连突然出现,他没想到修仙之地还有凡尘俗悟。 问叶雪是不是刘月新收的弟子,真是相当可爱。 玄灵表示他最好别打自己失地的主意,既然是好好休养,就应该待在院中。 沈修连则觉得两人不应该这么大敌意,自己不是来破坏他们的,而是来加入他们的。 在玄灵宗的禁地里面,宗主打开了门,看到一个红衣白发的男子被关在禁地当中。 他告诉宗主,宗主真的是十年如一日,不过这个封印维持不了多久。 宗主听了面不改色,表示只要自己还活着,他就会一直待在这里。 百年前的某天,飘着雪的夜晚,小宗主在屋外叫了声师尊。 玄灵宗主原本在打坐,听到小宗主的声音后便睁开了眼睛。 他告诉小宗主,自己说过不要叫自己世尊,小宗主道歉了。 玄灵也不再纠缠着不放,询问他有什么事要来告诉自己。 小宗主提到下雪了,他很冷但是没有被子。 玄灵表示,如今人间动乱,自己没有精力去照顾他。 小宗主听了有些失落,站在门口没有走,最终被玄灵叫了过来,让他留宿一晚,不过下不为例。 他听了后转忧为喜,连忙道歉。 不知不觉之间,小宗主长大了。 他听闻玄灵昨夜归来,于是连忙前来请安,并询问是否安好。 玄灵让他不必担心,而是询问人间如何。 小宗主一一禀报,虽然已经布下阵法,但是魔族乱窜伤及无辜百姓。 玄灵赞叹他的功劳,提及他辛苦了。 小宗主则表示,职责所在,义不容辞。 玄灵表示自己这次回来,已经有了应对之策。 两个人继续往屋内走着,一直到了床延前,小宗主才发现,床上还躺着个人。 他还以为是新的师弟,但是又觉得不太像人族。 玄灵赞叹他的观察力,提及到了极海之盼,有一种玉石鸣叫做玉。 玉乃寒冰无瑕之物,可清荡邪魔之气,是很尊贵的灵物。 玄灵如此一番暗示小宗主,希望他明白此人的用处。 遇会损耗,而修饰会长存,不要对他产生不必要的情感。 小宗主听完这一番话语,最终答应下来,毕竟他从未让师尊失望过。 回到当下,他赌下所有的修为,只是为了他好好地活着。 尽管宗主不知道,事情值不值得,又能不能有答案。 他用手笔划出结印的首饰,将红衣白发的男子封印住。 对方则表示,再怎么拖延时间,结果都不会变。 自己和他本就是一体,他必然会想起来。 孤月峰上的刘月,突然觉得心口一痛。 就如同被锁链封印住了一般。 他眼前出现了幻想,似乎看到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,正呼唤自己的名字,指责自己为什么不去找他。 夜雪的呼唤让他回过神来,他抬头望去,表示自己并没有什么大碍,不过是在思考事情。 实际上心里却在想,刚刚浮现在眼前的人究竟是谁,为什么要找自己。 夜雪提及山上存着的面条已经吃完了。 而自己开不了护山阵法,师兄又在生自己的气,不敢让他帮忙。 刘月听了有些沉默,他倒是没想到堂堂主角,一天到晚只惦记着吃。 此时的沈修莲正单独和玄灵见面。 他们回忆起了往事,沈修莲和玄灵上一次见面已有太久。 当时的玄灵不过是一只不会说话的魔,只会恍恍惚呼呼喊着刘月的名字,并且拦着自己不要靠近刘月。 他不由得感慨,莫非是自己老了? 居然怀念从前。 玄灵念不改色,只表示自己想请教一个问题。 沈修莲突然有了兴趣,玄灵提及那一日为什么沈修莲性情大变,而刘月也沉睡了百年。 如今刘月醒过来,沈修莲就立刻来了,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? 沈修莲则表示道以前自己不喜欢玄灵,但也没到讨厌的地步。 如今他这么问,是真的想知道吗? 玄灵坚定地表示似的,沈修莲感慨他一如既往的没变。 对他的那个小师弟也是如此,即使不喜欢也护着,只要是刘月在乎的,他都会接纳。 沈修莲提到那一天,那是一个让人永生难忘的日子。 他表示,只要玄灵过来靠近自己,他就会告诉他。 说话间他唤起法术,召唤出一只灵蝶。 灵蝶靠近了玄灵的额头,钉的一声便消失不见了。 玄灵瞬间晕了过去,少主不由地感慨,他是一只好狗,只可惜太单纯。 他来到这里,可不是为了重修就好的。 刘月深夜还是睡不着觉, 他想不明白自己脑海里的那个人究竟是谁。 而且他原本不想深究,那人却一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。 门外突然传来了声音,夜雪大叫着,希望刘月能够就移救师兄。 刘月立刻赶了过去,他来到玄灵的旁边,发现玄灵身上布满了魔纹。 夜雪也在一旁解释。 刘月从沈少主那里回来后就不对劲,和他说话也不理。 他饿肚子,想去吃东西时,才发现师兄变成了这个样子。 刘月百思不得其解,按照原书剧情来讲,魔器不会不受控制。 而且也没有这段剧情啊,他开始思考自己看到的剧情是真是假。 不过他也没有能力控制魔器,只能去喊宗主来。 昏迷中的玄灵恍惚中感觉自己被关在了地牢内,他只觉得浑身很痛,自己是不是要死了。 他不明白那群人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,自己难道做错了什么吗? 地牢外,关押人员向还是弟子的刘月介绍,玄灵是他们抓来的魔物,魔物是用来试验的,有可能会伤人。 所以不要靠得太近。 刘月表示自己能帮上忙就很开心,不过一会儿时间便只剩下玄灵和刘月两人。 玄灵神情很恍惚,他不知道魔是何物,又感觉他们说的是自己。 他觉得自己和他们并没有什么两样。 为什么自己是魔呢? 刘月向玄灵介绍了自己,并递上了一个馒头,询问他是否需要吃。 玄灵还以为是什么折磨自己的新方式,于是避之不理。 没想到刘月表示,感觉他和其他魔不一样,应该是能听得懂自己说话的。 他再次解释自己不会伤害他,希望他吃一点东西,温和的神色看起来并不会伤人。 玄灵一时间有些恍惚,最终他凑了上去,张开口咬住的却是刘月的手指。 刘月连忙让玄灵别咬他,他身上的力量会伤害到对方。 玄灵也有些震惊,他不明白为什么咬这个人,但疼的是自己。 刘月还在控诉他咬自己的事,表示自己并不是吃的。 刘月解释自己能够杀死魔,所以建议他不要轻易靠近,自己不会伤害他。 说完后他便把馒头留在了牢内,让他自己吃,自己则到外面,守着。 玄灵看着人离开,觉得他很奇怪,这人没有折磨自己,也没有打自己,莫非这一切都是幻觉。 那个奇怪的人又来了,总是说些奇奇怪怪的话,但只要是他在,自己就不会受到折磨。 刘月表示,自己给他带的吃食,他都没有吃掉,现在外面的人过得很贫瘠,只有馒头才能给得上。 魔开始期待他的到来,刘月又自顾自地开始说话。 他表示,魔虽然没有伤过人,但自己不能放他走。 如果他乖一点的话,自己或许还能帮得上忙。 刘月又表示,他要等到他的师尊来接,他才能走。 可惜他的师尊太忙了,而且这里的修士也很忙。 魔为什么不陪自己说说话呢? 他突然又意识到,或许是因为魔不会说话。 他想起来魔从来没有说过话,不如自己教他。 魔正嚼着馒头,只觉得他很烦,不过又觉得他并不讨厌。 刘月双手捏绝,便出了学习需要用的东西,表示两个人的教学就从认字开始。 此时刘月已经坐到了桌子前,让魔赶快过来好好学习。 魔有些犹犹豫豫,刘月又想到他还没有名字,自己是不是应该给他取一个名字呢? 刘月提及,自己曾经看到过一把宝剑。 那把宝剑叫玄灵剑,看着朴实无华,实际锋利无比,自己很喜欢那把剑,不如魔的名字就叫玄灵吧。 他想来想去,又觉得先教名字会不会太难,要不要先教数学。 一个自说自话的人听听也无所谓,玄灵是这样想的。 他已经忘记自己被关了多久。 外面的样子是什么,他也已经记不清了。 但是外面的人也像他那样吗? 此时的刘月看出来了玄灵的走神,拿着沾了墨水的毛笔点在了他的脸上。 玄灵回过神来也有些被吓到。 看刘月笑了出来,他很奇怪,外面的人也会像他这么奇怪吗? 分别的日子很快就来了,玄灵那时候只会写自己的名字。 刘月在分别之际告诉他,自己要离开了。 并表示,如果一切结束后,自己还活着,就回来带玄灵走。 就算自己不能来,也会让自己的师兄来。 他希望玄灵一定要活着,等到能出去的那天。 玄灵只是看着他,没有任何的言语,只是想着刘月要离开了。 这次离开后,还会不会再回来? 如果他能够说出不想让他走的话,他会留下来吗? 看着刘月转过身真的要离开,玄灵不由地把手伸出了牢外。 不会的,怎么会有人为自己停留呢? 这短暂的时光,就只当是在做梦吧。 大雨倾盆,宗主站在玄灵的床边。 玄灵中了咒,被困在梦境中, 得有人进入梦境,把他唤醒才行。 宗主心里想,这肯定是沈修莲搞的鬼,情况不太妙。 他得找刘月帮忙,刘月立刻答应了,问怎么做。 宗主表示,把他送到梦中,他让玄灵跟着他走就行。 刘月答应下来,保证带玄灵回来。 刘月进入了梦境,他看了看四周,发现这里是牢房,很阴森。 玄灵坐在角落里,觉得自己在等什么人,但想不起来是谁。 刘月终于找到了他,轻声喊他的名字,希望他能清醒一下,跟着自己回去。 这时沈修莲拿着罗盘,在找被关押的红衣白发男。 他找了半天终于找到,但下一秒,就口吐鲜血。 他现在的身体太虚弱,连这种法术都承受不住。 但现在还不能倒下。 沈修莲来到关押的地方,没想到镇守红衣白发男的东西,是宗主的命盘。 既然这样,他只能以命相搏了。 他动起法术,无数的灵蝶从他身体内飞出,奔向了宗主的命盘。 沈修莲心里想,摩月被关着,肯定很痛苦,自己现在就来解救他。 宗主的命盘被伤到,他眼睛一瞪,咳出鲜血。 叶雪连忙问他怎么了,他表示,有人动了封印,是新魂宗的法术,想来动手的人是沈修莲。 叶雪不知所措,昨天还好好的,今天怎么大家会变成这样? 他询问宗主怎么办? 宗主则表示,让他跟自己离开这里。 在梦境中,刘月还在劝玄灵跟自己走。 玄灵突然呼喊刘月的名字,他是来接自己的吗? 看着刘月伸过来的手,听见对方说,让他醒过来,玄灵把自己的手举起来,却突然觉得,这肯定又是幻觉。 犹豫之间,他的手又要放下,却没有想到,被对方突然拉住。 而刘月只说了一句,拉紧我。 那种真实的触觉,让玄灵明白,这不是猛。 摩文在他的身上,逐渐消去。 此时原本入梦的刘月,也睁开了眼睛,表示自己把玄灵带了回来。 一旁的师兄,却口角一雪。 于是他连忙关心宗主怎么了,又观察到自己的小徒弟不在。 宗主表示,沈修莲碰到了自己的命盘,导致现在自己无法动用灵力。 而刘月的小徒弟则去取传音御符,阻止沈修莲。 刘月问为什么沈修莲会伤他,并询问是否有药可以为他治疗。 如果有,自己就会为他取来。 宗主告诉刘月,有些要需要灵力来驱动,他做不到。 而他自己,估计也不能保持清醒太久,希望刘月能拿着他的符尘自保。 刘月很震惊,宗主居然什么都知道了。 但宗主打断了他,表示自己知道刘月忘记了很多事情,包括他不能驱动灵力。 刘月以前很有趣,但现在醒来后话不多。 他早就看出他的情况了。 刘月不再说话,但心里想宗主为什么不问他,为什么不告诉他以前的事情。 同时,他也发现原主不是清冷的人设。 那他到底是在给谁演戏呢? 宗主表示,忘记过去对他来说是好事,毕竟万事皆旺便不会忧心。 他把法器给了刘月,但刘月担心自己不会用。 宗主表示,只要他拿着就会了。 随即,他的身体开始摇晃,然后倒进了刘月怀里。 被封印了的摩月看到沈修莲后,以为他是来杀自己的。 但对方却说是来救他的。 摩月表示,宗主想杀他,又不得不留下他。 他想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,让这个男人非要杀自己。 沈修莲表示,心魂中的所有人都因为他而死。 如果他还活着,那另一个人就永远也死不了。 摩月终于想起来了,他表示,那件事是他们旧游自取。 刘月本是极海之盼的宝物,可以增强修为。 如果不是玄机保护者,早就被新魂中的人得到了。 现在玄机已经死了,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们。 他们当时以为玄机要用他来镇压群魔,但没想到却并不是。 看来玄机也是个蠢人。 几人垂涎地看着刘月,此时刘月还有些迷糊,问他们想干什么。 他们说,只是割肉取血。 不过割了肉他也不会死,第二天就会长出来新的。 于是,刘月每天受到临时之痛,永无宁日。 长时间这样,摩月就诞生了,他取代了刘月的身体,杀出了一条生命。 在听到摩月如此解释后,沈修连表示,他在离开时破坏了护山大阵,导致游荡的魔城墟而入。 由于新魂中的人并不擅长战斗,他们毫无还手之力。 当沈修连意识到情况严重时,已经来不及了。 他还表示,自己已经铲除了那些魔,但现在轮到他们了。 他原本以为摩月他们在百年前就已经去世,于是便想封锁新魂宗,以保全所有人的颜面。 然而没想到他们还活着。 因此,他决定将摩月带到刘月面前,亲手杀掉。 沈修连表示,既然他想要见刘月,那么自己就成全他。 黄昏十分的孤月封上,叶雪好不容易将传音御符拿了回来。 由于吆喝之乱,门内人口凋零,宗门才会如此穷困。 他也不确定是否还有修为高的人在此。 刘月问他,宗主是否有安排人前来协助。 叶雪表示没有,现有的真人都在此修行。 不过新魂宗的宗主与他们宗主是好友,所以让沈修连前来协助。 叶雪建议试着联系新魂宗的宗主,但刘月拿着传音御符,却无法联系上对方。 叶雪出主意,自己有一封传送符咒,可以尝试使用。 他建议直接前往新魂宗找人,但刘月认为这样太过冒险,决定自己去。 他把伏尘拿给了叶雪,希望他能把这里守住,并告知他不要害怕,等自己回来。 实际上,刘月自己心里也没有底,但他的小徒弟一定更为害怕吧。 毕竟他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少年,但如今自己在师尊这个位置,自然要担起这份责任。 新魂宗内格外寂静。 刘月看见了两个侍女,于是向他们说明自己的来意。 然而两位侍女神色怪异,似乎根本没有看到她。 他用手去触摸,两位侍女瞬间化成了蝴蝶消散。 刘月进入院子中,却发现出现了个小沈修莲,她还叫了刘月的名字。 刘月发现,小沈修莲可以和自己说话后,希望对方给自己传话。 但小沈修莲却说刘月忘了什么,宗主已经先去了。 刘月大为震惊,不明白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 小沈修莲解释,这一切都是修莲哥哥做的指傀儡。 日复一日地重复同一天,似乎这样,就能回到过去。 直到刘月醒来,沈修莲不顾自己的身体,执意去看她。 小沈修莲问刘月是否知道沈修莲本体做什么去了。 刘月则表示,不知道具体做了什么,只知道自己的师兄因此受伤, 对方文言将手串拿给了刘月,并表示自己一直好好收着,如今物归原主。 她还解释,这珠子里有那天留下的残魂,或许可以帮助到她。 而自己寄居在傀儡里太久,如今也想回到家人身边。 在刘月的一声声呼唤中,小沈修莲也化为蝴蝶消散。 刘月很疑惑自己是第一次见她,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相信对方。 可来不及多想,宗门内还有很多事情在等她,她只能赶紧回去。 摩月表示自己思考了很久,终于想起了沈修莲。 她当时只是一团意识,什么也看不到,但能感知到发生的事情。 她觉得,沈修莲不杀刘月,是因为不忍心。 沈修莲嘲讽她,是不是又明白了。 摩月表示自己和刘月是一体双魂,自然能感觉到。 沈修莲让她别挣扎,摩月则认为沈修莲有其他目的。 如果是自己,可能会实现她的愿望,但如果是刘月,则不会。 沈修莲表示,她想多了,两人一直针锋相对。 两人遇见了拿着浮沉等待刘月的夜雪。 沈修莲询问刘月是否在这,正准备动手时,刘月突然出现。 几人同时看向刘月,但对方并没有想起来摩月。 她很疑惑,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人,和自己长得像。 摩月很惊异,刘月不记得自己。 刘月忘记,谁也不应该忘记她。 沈修莲感慨忘记便无所谓了,然后突然动手。 摩月的脖子被掐住,刘月也觉得自己呼吸不上来。 她渐渐失去了意识。 刘月在混沌沉睡中,被一个温柔的声音唤醒。 她看见一个神明般美丽的女人,女人带她出去看了看外面的世界,并带她去救人。 刘月很疑惑,为什么要救人。 对方告诉她,生命脆弱而又宝贵,想活着也很困难。 刘月询问自己能否帮忙。 对方表示,她拥有望尘莫及的力量,一定可以挽救人足于危难。 最后,玄机带着刘月回了宗门。 修涵见到玄机很激动,但却被玄机按下。 毕竟她身体不好,需要静养。 修涵询问刘月是谁,玄机说明一切。 修涵心里松了口气,觉得玄机不需要再那么辛苦了。 她的手不由自主地想要去抚摸对方的脸,却被转头避开。 最终,玄机让刘月去院中,自己和修涵单独聊聊。 尽管很好奇,刘月最终还是去了院子里。 人已经离开,修涵也表示自己唐突了。 两人最终也没闹太难看。 在院子中,刘月遇到了沈修连。 沈修连很疑惑,为什么她会在哥哥的院子里? 不过看了看刘月的打扮,便猜了出来她是玄机的弟子。 沈修连又自顾自地将糕点分享给她。 刘月虽然好奇,却说自己不需要吃东西。 沈修连很惊讶,自己这么一个美少年邀请她吃东西。 她居然不肯。 这合理吗? 这简直不合理。 刘月就这样和沈修连相识了。 她觉得沈修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。 她自封为美少年,虽然她确实拥有着迷人的外貌。 但刘月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,她都比不上玄机。 不过玄机一直忙着和沈宗主处理事情。 于是乎,她便和沈修连一起照顾这里的病人。 新魂宗大部分都是医修,他们能够挽救别人的性命。 而刘月却不能治好其他人。 她有些担心,玄机所说的她能救人族的事,是真的吗? 心里想着事情,刘月一个狡猾,直接将站在她前面的沈修连扑倒了。 甚至因此,在对方脸上弄出了划痕。 刘月连忙说对不起,沈修连却突然笑了出来。 她还是第一次受伤,见刘月低着头,眼神不敢直视自己。 沈修连表示没事,自己是天生佛谷。 哥哥觉得这是上天对她的厚爱,凡人伤不了她,自杀也不行。 不过现在看来,似乎刘月能够结束自己的生命。 刘月表示自己不会伤害她。 沈修连询问这是不是承诺,她勉强认同对方的说法。 沈修连表示自己不会轻易去死,毕竟家人都陪伴在身边,她一定会好好活着。 他们会相伴一生的。 话题结束,他们便又继续去给病人端药。 等到刘月终于随着玄机外出,已经是半个月之后。 玄机安慰她,不要害怕,只需要像她一样学习对付妖魔即可。 他们转眼就遇到了一个妖魔,那妖魔不停地念叨着新的失误,随后便向两个人冲过来。 玄机还没有攻击她,只见刘月一个抬手,迅速地将手掐在妖魔的脖子上,妖魔就立刻消散了。 似乎不需要教学,刘月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出手。 玄机也很惊讶,妖魔在刘月面前不堪一击。 于是乎,他们来到了很多地方,帮助了很多人。 救人性命是依修的职责,夺取性命则是刘月的职责。 人们把刘月当作救世主,刘月却觉得自己是毁灭者,生命从她手中流逝的感觉让她很惶恐。 玄机解释,他们要保护的是人族,因此不得不夺取妖魔的性命,生命是很沉重的,即使是为了救人。 刘月询问玄机是不是也会痛苦,玄机表示自己不是肆意杀虐之人,若好好活着便不会愿意手沾鲜血。 自己把刘月带到此处,让她接触这些,则是出于自己的私心。 未来,她会将刘月送回去,不再感受这些。 至于是什么时候,要等到人间不受妖魔威胁,那是玄机的心愿就了结了。 繁华的人间一定很美丽。 看着理想远大的玄机,刘月突然有很多感慨,她很喜欢人族,也很喜欢玄机,也很想看看所谓的太平日子,那一定很美丽。 时间流逝,刘月也渐渐长大,她变得像正常人类一样有了旁人,也有了烦恼,并且不知如何排解。 宗主询问,刘月在那里坐着是在想什么? 刘月则回答很久不见玄机,也很久没有和玄机一起出去。 宗主表示,玄机有自己的考量,他们只需要做好分内之事。 刘月跟随玄机斩杀了很多妖魔,她以为他们会一直在一块,可是现在玄机却总是孤身一人。 刘月的身体上也出现了裂纹。 玄机在查阅了古籍后,便也与刘月疏远了。 刘月想要找沈修莲帮忙,但沈修莲也束手无策。 于是乎,刘月心里想着,如果她变回原来的样子,玄机会不会再次喜欢自己。 正这样想着,玄机也回了宗门。 眼尖的刘月一眼就看出她受了伤,她连忙跑上前,却和玄机擦肩而过。 对方表示,只是小伤,不必在意。 刘月最终忍不住拉了拉她的衣袖,她恳求玄机让自己陪她一起,却没想到被拒绝了。 一旁的宗主见了这样的情况,想起了曾经玄机说的话。 玄机曾告诫她不要动情,但是如今,玄机自己却动了情。 随着身体出现裂纹,刘月的脑海里也出现了不知名的声音。 她常常分不清现实与虚幻,总是有人鼓动着问她,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强大的力量? 又或者问她,为什么会妖魔的语言又能让他们灰飞湮灭? 刘月最终还是被扰乱了心神。 她表示,如果要说话就出来,站到自己面前来说。 那个声音又开始说,自己是她的意识,同时还表示,刘月不应该拒绝她,也不应该相信人类。 刘月却觉得,自己身上的裂纹是因为声音的出现才出现。 如果自己消除了声音,是不是就能恢复正常了? 那声音则反驳她们是一体。 她和刘月都是诞生于黑暗寒冷的妖魔之子。 人类把她们当作救世主,简直有趣。 刘月则否认,她表示自己不是妖魔,并让声音永远不要现身。 说着,便结印指向自己的眉心。 声音则告诉她,刘月封印不住自己。 否则在刘月遇到危险时,自己就不能帮助她。 刘月觉得这都是妖魔的手段,都是为了迷惑自己。 刘月来到丹修的地方,她希望丹修能够帮助自己。 她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意识清晰的妖魔,见到她的第一眼,便知道,她能够和自己交谈。 刘月开始疑惑,自己究竟是不是妖魔? 难道自己,和她是同类吗? 她第一次尝试和妖魔相处,还给了妖魔名字。 甚至交妖魔认字,希望她能够活下来。 玄机又和沈修涵见面了。 她提醒沈修涵,生病了就可以把事情都交给沈修连。 修连已经长大了,而她应该多休息。 对方却认为想见玄机一面很难,因为玄机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 她担心对方一个人能不能扛住。 玄机打断了她的关心,让她不要思考那么多。 刘月来帮沈修连忙的事情,修涵已经知道了。 她表示,刘月斩杀的妖魔越多,产生的裂纹就越多,到最后会直接损坏毁灭。 并提醒玄机,既然心软,就应该好好和她说,刘月容易胡思乱想。 玄机则口不由心,自己不带上她,是为了对付深渊之底的妖魔。 沈修涵这时候又提及玄机从玉华真人处要了修复玉器的书籍的事。 玉华真人不肯外借,她就把别人的屋子都掀了。 玄机奇怪,她是怎么知道的? 对方则说她,总是不肯表达真实的想法,难道感情就那么容易,让她避之不及吗? 玄机表示,她想多了,自己不是优柔寡断的人,目的从始至终没变过,为此什么都能做。 他们的对话,都被外面的沈修连听到了,她这时才明白,如果继续这样下去,刘月会死。 她必须阻止。 沈修连好不容易找到刘月,却发现,刘月正在关押妖魔的地方,她质问对方,为什么在这? 刘月好奇她,为什么来了?对方表示,有事情要和她说。 沈修连将一切都告诉给了刘月,她劝刘月离开,对方则表示,自己对人类有利,为什么要敢自己走? 沈修连认为自己,不像玄机一样心怀天下,在她心中,家人更重要。 如果是需要靠牺牲刘月来获得太平,她是不会同意的。 同时她警告刘月,不应该和妖魔靠太近,也不应该和她说话。 刘月则开始疑惑,为什么妖魔要在人间作恶? 妖魔需要力量才能活下去,人族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,除非有一方能压制另一方,否则争端就不会消失。 沈修连表示,她能理解玄机的做法,因为玄机一直以斩妖除魔为己任,但即使她很强,也就不了所有人。 以前的逍遥仙宗很繁盛,妖魔对她害怕又憎恨,于是趁她不在的时候来偷袭。 等玄机好不容易赶来时,宗门已被毁于一旦,从此宗门便没落了,也不再招收新弟子。 而沈修涵也是因为很主动,才得了个普通朋友的位置。 沈修连希望刘月能够明白,玄机会不顾一切地斩杀妖魔,她不希望刘月去送性命。 刘月自然知道,沈修连是一个很好的人,但如果当时她可以选择,也只会选择如今的这条路。 几日之后,刘月回了宗门,高高兴兴地来到玄机面前,希望对方能带上自己,一起斩妖除魔。 玄机一直有要必须完成的事情,不应该和任何人有过深的感情,但是人就不可能断绝情感,情感会让人害怕懦弱,畏惧死亡。 她至今还仍然记得刘月从小到大各式各样的样子,刘月并不是一块无情的玉石,而是和人族一样拥有感情,甚至还将盛开的桃花,连同树枝都折过送给自己。 当时玄机接过花束,刘月还询问她能不能栽在自己院子中,玄机都答应了下来。 玄机也得到了很多纯粹耀眼的东西,见到刘月过来,她表示想要给刘月挑选合适的法器。 世界上并不全是善良的人,刘月的身份会引来很多人觊觎,她要选择一个法器保护自己,同时自己不在时也应该与朋友在一起。 刘月察觉到对方在关心自己,她问玄机是不是又要出去。 她则坦诚表示自己最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,刘月希望对方能带上她,被玄机拒绝了。 这一天,宗主还在疑惑玄机为什么穿这么正式,玄机觉得宗主是她最好的弟子,也是最好的继承者。 玄机要去镇压深渊之底的恶魔,成功的话妖魔就不会再逃出,但也许随着时间的消逝,镇压也会失效,至少在这段时间,人们可以平静地活着。 他们这待人的力量太弱小,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苟延残喘,但人是坚强又富有创造力的,终有一天,人们会获得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。 宗主疑惑一定要这么做吗?难道就不会有别的方法吗? 玄机反问如果用别的方法,人间又需要付出多少代价?人的一生过于短暂,或许等不到足够强大的一天。 宗主知道自己改变不了玄机的决定,但如果修涵知道的话,玄机表示不用告诉他,随后便将刘月和逍遥仙宗都交给了宗主,希望他能够保护好他们。 宗主也承诺一定会竭尽自己所能,不会让他失望。 深渊之底,玄机来到了此处。 他曾经救过很多人,也失去很多人。 如今就让他最后一次保护重要的人吧。 他已经走向了自己的道路,其他人的道路也需要他们自己走下去,相信他们一定能做得很好。 后世记载,妖魔侵犯之年月。 有意修饰名玄机,以身为记镇压妖魔,长眠于深渊之下,人间中见太平曙光。 桃花开了,但三月就已经快要枯萎,刘月还在担心,玄机回来又看不见了。 桃花凋谢,本是花开花落的正常现象,可是桃树却完完全全地哭死,没有半点生机。 玄机去世了,刘月也把自己关在房间内不肯出来,他的眼神空洞而茫然,仿佛失去了灵魂的曲强。 那双曾经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眼睛,此刻却只剩下了无尽的悲伤和痛苦。 他的世界已经失去了色彩,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。 玄机的离开让他找不到前进的动力,只是一直身着白衣。 这种生离死别刘月一直不能直面,宗主也无法帮助他,一直到刘月愿意出来,宗主才表示要和他聊聊。 两个人都身着白衣,刘月询问宗主,玄机是不是不会再回来了? 宗主则表示,生老病死,没有人能避,即使他们是修士,也只是寿命比其他人长一些而已。 刘月关心到了宗主的身上,宗主也回应了他的问题,他当然也会死。 真正能够飞升成仙的人万中无一,身边的人终究会离开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 玄机也选择了自己的终点,他们活着的人就不能辜负他的付出。 刘月则表示,自己很难过,很想哭,可是他没有眼泪,他为自己不是一个人而伤心。 宗主安慰他,悲伤是正常的情绪,总会经历的。 他不需要害怕,自己会一直陪着他。 实际上桃树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活下来,是玄机用他的灵力维持,刘月是被爱着的,爱是多么的可贵。 刘月询问,桃树还会再开吗? 宗主则表示会的,全天下的桃花都会开。 刘月突然请求宗主教他法术,以前他能够靠那股力量斩妖除魔,认为自己很厉害。 可是现在才发现,除了那股力量,他什么也做不到。 而且他不动用那股力量,身体就不会恶化。 但没有法术的他,又不能够轻易地杀死妖怪,所以他希望能够学习法术。 玄机去世后,世间再没有新的妖魔现世,之前在外的妖魔则需要尽快解决。 刘月去丹修那里,将玄灵要了过来,并教导他不伤人。 如今的刘月只是一个普通的修士,每一次出手都要拼尽全力,但这样他也认为很好。 因为他会成为一个强大的人,去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一切,不再失去重要的人。 为了能够找到藏匿的妖魔,他去了很多地方,并见到了一个少年。 这个少年属于天山族,那是个不老不死的族群。 他们被妖魔抓住,成为妖魔的食物,同时他也有着一双红色的眼睛,和玄机的眼睛一样。 刘月在解决完妖魔后,便让他自己回家,却没想到,这个天山族少年一直跟着他。 最终刘月只能无奈将他带回去。 可怜的宗主只能默默付费,宗门彻底没钱了。 刘月一直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持续下去。 可惜事事无常,有一群人在得知了刘月的身份后,便计划着将他抓住。 他们潜入了新魂宗,等待着刘月的到来。 有些人还在议论究竟能不能等到,为首的人斩钉截铁地回答能。 还有的人害怕被发现,又被一具富贵险中求给劝住了,毕竟宝物谁不想得到呢? 修涵独自一人坐在亭子中。 沈修连问他怎么不披一件衣服就出来了。 他表示自己只是想吹吹风,还问沈修连是否见过玄机。 他已经很久没来了,传信也没回音。 沈修连急急忙忙地解释,或许是大忙人,事情还没处理完,让哥哥把身体养好了,就可以见到他了。 沈修涵自我埋怨,修连都已经长大了,他却还是这样,恐怕妖魔留给他的伤,要跟着自己一生了。 沈修连连忙让他别说丧气话,自己会治好他,让他再次拿起枪。 另一边,刘月正想着多带点福祉防身,毕竟现在的他太弱了。 另外,在外面见到太多被妖魔所伤,来不及救治的人。 他想着,要沈修连教他一些急救方法。 玄灵看见刘月,询问他是否要出去,刘月问他要不要跟着,对方表示想和他在一起。 对话似曾相识,但已物是人非。 刘月同意了他的请求,并询问自己的小徒弟在哪。 玄灵表示,他正在潜心修炼基础心法。 刘月便决定不管他,他们两人去就行了。 但实际上,玄灵准备了不少吃食,让夜雪不去打扰刘月。 两人一起,前往了新魂宗,沈修连看见到来的两人,没想到刘月来找自己,还带其他人。 他阴阳怪气地询问对方,为什么带了一个妖魔来,不过是打扮得像个人足罢了。 难道要一直带着他吗? 他请沈修连别这么说话,玄灵已经是他的徒弟了。 沈修连连忙道歉,大忙人好不容易来自己这一趟,可不能气跑了。 他还表示,既然是来自己这里学习的,他可不希望身边有其他人。 于是乎,刘月便吩咐玄灵,找地方歇险。 两个人进了房间,只留下玄灵一个人在屋外。 屋内,沈修连决定让刘月先学点理论知识在实践,可惜沈修连教得实在过于高深,刘月似乎听不懂。 沈修连便决定直接上手掩饰。 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旁,专心地浏览每一个药剂,刘月正在认真的思考,沈修连却看着刘月出神。 此时一个鬼鬼祟祟的人突然进来,心想,干了那么多活,终于等到了刘月。 刘月没想到,大夫要学的东西那么难,他一开始只是想学一些简单的救治方法,但是越了解越觉得惊叹,人类的智慧与创造力简直非同凡响。 他们生命脆弱,受到伤害很容易死去,但是他们,又很顽强,探索出救治自己的方法。 他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,便决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。 他以前在这里生活过,所以适应得很快,但他的徒弟并不行,他总是会和沈修连争夺各式各样的东西,比方说谁长得更俊,谁更能打。 刘月只觉得两个人加起来不到三岁,不过这样的生活一直下去也很好。 这一日,沈修连要去给修涵采集一些药材,便嘱托刘月安心留在此处,如果要离开,也记得把自己给他整理的书带走。 刘月想着自己待在这里的时间也挺长了,也该回去了。 回去收拾东西时,他遇到了从房间内出来的玄灵,玄灵因为吵架满身磨气,刘月有些担心,但对方又很快把磨气压制下去,让他不要担心。 刘月吩咐玄灵不能大意,他应该先回去,让刘颖帮忙,自己收拾完书,就立刻赶回来。 刘月独自收拾书本,没想到这时蒲丛传话,说是沈修涵召见他,刘月没有一点怀疑,跟着蒲丛就走了。 他在蒲丛身上闻到了一股奇怪的香味,询问对方是否用了香,没想到刚问完就昏睡过去。 闭眼的最后一刻,只听见蒲丛说那是为他专门调制的香味。 刘月被人拖走,他的手被周围的植物挡了一下,手上的饰品落了下来,被路过的小师弟捡到。 小师弟很好奇刘月的法器怎么会落在这儿,但他想起刘月今天就要离开,便决定等到沈修莲回来时让他烧过去。 心怀不轨的人把刘月关到了屋内,原本准备带出去,又想到了最危险的地方,就是最安全的地方,便干脆把他关在了此处。 被关押许久的刘月终于明白了,这些年来,玄机一直在背后保护自己。 以前的他从未感受过人们的恶意,他人的提醒也并未放在心上。 在他的印象中,人类虽然聪明但很弱小,可实际上他们看向自己时,想着的却是如何使用自己。 明明他帮助人类消灭维护人间的妖魔,可现在人类却毫无负担地伤害他人,这又究竟是为什么呢? 他很痛苦,他究竟应该怎么做,才能不痛苦下去呢?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,他被迫一次又一次地长出肉身,一直到他的脑海中再次出现那个声音。 那个声音鼓励他杀掉所有可恶的人族,并说他太过天真好骗,人实际上是一种很恶心的东西。 声音不停地诱导刘月,他可以救刘月,可以结束他的痛苦,他鼓励刘月不要压抑杀虐。 这本身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能力。 刘月的意识渐渐丧失,他只留下唯一的念头,就是要离开这里,最终他杀掉了所有拦住他离开的人。 包括疑惑他,怎么会出现在这儿的新魂宗弟子。 他打破了新魂宗的护山大阵,跑了出去。 那个声音本想杀了其他人,但刘月不愿意,所以便暂时放过。 此时的修涵不知道为何心神不宁,于是便在夜间起来,没想到这时弟子来禀报,有很多妖魔闯了进来。 修涵询问怎么回事,原来是刘月破坏了护山大阵,所以才导致妖魔都闯了进来。 修涵沉思后觉得另有隐情,但当务之急,是先送大家离开。 弟子表示,他们已经出不去了,传音玉符也联系不到外面,他们被困住了。 修涵幻化出自己的法器,决定去迎战,让其他人找机会出去。 他已然握不住他的老搭档,但仍然希望他能陪自己再战一场。 弟子表示,他的身体受不住,希望修涵先藏起来,等到沈修莲回来再说。 修涵安慰弟子,自己身体虽然不如当年,但本事没丢,等到他冲出破口。 就有希望带大家出去。 如今让大家一起对敌吧。 两人孤军奋战,拼命抵抗到最后一刻,尽管是死局。 弱小人类的反抗,渺小的像风中的尘埃,但他们又如此倔强,如同星辰熠熠生辉,用最后的光,照亮寒冷的夜。 刘颖已经找了一个多月,但还是没有刘颖的消息。 他不知道刘颖离开新婚宗后,为什么没有回来? 是不是又遭遇了什么? 但他气息一点都追查不到,他必须再想想办法。 没想到这时,刘颖的两个弟子突然围着一个红衣人过来,两个弟子不停地询问刘颖去了哪里。 刘颖这才发现红衣人是刘颖。 如今,那声音已经不再影响刘颖了。 他一脸困惑,看着对自己满脸关心的刘颖,表示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人,会伤害其他人。 告诫他别胡思乱想,他的安全最重要,是请他之后会去了解。 如今回来就好,他还安慰刘颖不要害怕,有什么事自己都会解决。 沈修连匆忙赶回新婚宗,很疑惑姐姐为什么会被破坏,大家都怎么样了? 他看到了倒地的哥哥,告诉哥哥自己回来了,只是他没想到,离开时大家都还好好的,怎么现在却是这幅景象? 他拿起自己做好的药丸喂给哥哥,他已经把哥哥需要的药材做成了药丸,吃了就会没事了,可是对方嘴唇紧闭。 沈修连不停地呼喊,希望哥哥能醒过来,他不希望哥哥离开自己。 小弟子突然出现,他连忙询问小弟子怎么了,奈何手却穿过了小弟子的身体。 小弟子解释,他只剩下了残魂,是刘月的法器保护了自己,其他人都被妖魔吞噬了。 沈修连询问刘月有没有事,但他看到阵法上有刘月法术的痕迹,小弟子也解释不出来,他只知道刘月破坏了阵法。 也许那不是他的本意。 另一边,刘月只觉得身体里的那个声音越来越强,即使拜托师兄帮忙,自己也压制不住他。 甚至他此刻能够幻化出人形。 声音表示他们本就是一体,如果他们没有被玄机带回来,他们本该随心所欲,不会受到这些条条框框的约束。 曾经的他不能够和刘月同时出现,现在他可以和刘月同在。 人类的修饰不堪一击,法术也低地让他震撼,结界一击击破。 这样的人族有什么是需要刘月所守护的? 他们明明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活着。 刘月没想到结界被打破了,声音表示因为刘月想离开,自己带他离开时搞点破坏,不是很正常的事吗? 但刘月想到,如果当时有残余的妖孽闯进去,新魂宗的人都会受伤。 声音感到不可思议,人类已经那么对刘月了。 他居然还惦念着。 刘月表示不应该累积无辜,明明其他人是很好的人,他要回去看看。 刘月来到新魂宗,曾经这里热热闹闹,如今一个人也没有。 他很害怕自己担心的事情发生了,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。 他来到大殿,看到的是身披黑衣的沈修莲,他扶着黑色的棺材。 沈修莲在回来后,找遍了整个宗门,只有小弟子的魂魄还有残留,其他人都没了。 他在寻找的过程中,发现了一个地方,也明白了为什么刘月会打破结界。 那是一种残酷的刑罚,当年他被刘月不小心划伤脸,都会疼很久。 想来刘月只会比他疼痛百倍,他没有保护好刘月,也没有保护好大家。 他们帮助那么多人获得新生,本应该拥有充满希望的未来,如今却只能止步于此。 沈修莲曾见过很多被妖魔伤害的人,曾经的他以为自己能理解他们的痛苦,现在的他才知道自己从未理解。 刘月想安慰沈修莲,刘颖却一直阻拦。 新魂宗的事最终也没有被传出去。 他想知道,是不是沈修莲在帮自己隐瞒。 他对沈修莲说抱歉,沈修莲却说,不是他的错,是他不应该离开这里,是他自己疏忽大意,是他回来得太晚了。 他还向刘月道歉,说自己让大家遭遇了那么多,他没有保护好大家,也应该和他们共勉于此。 他请求刘月帮自己一个忙。 沈修莲突然想起,自己小时候请求修涵教自己使用武器。 当时的修涵表示,他太小,而且还不明白使用武器的意义,现在只需要安心长大,就好。 等到沈修莲能长到自己那么高时,自己就交给他。 沈修莲还兴致满满地表示自己一定会长大。 沈修莲想要自杀,可是伤口愈合了。 他才想起,自己是天生佛谷,不老不死。 这是一种诅咒。 他想着,如果还有一个人能实现自己的愿望,那这个人一定是刘月,对方一定可以帮助自己。 刘月问沈修莲需要自己帮他什么,对方希望他能杀了自己。 刘月手一缩,表示不可能。 沈修莲拉住他的手,表示他一定可以帮自己。 说着,还拉着刘月的手放到自己的脸上。 刘月表示,沈修莲疯了,他连忙逃离了这里。 那一刻,他的心突然出现了动摇。 声音又鼓励刘月杀掉沈修莲。 刘月则表示,他做不到杀掉自己的朋友。 声音询问刘月跑什么,明明杀虐是他最擅长的事。 而且,这也是沈修莲自己求死。 刘月让声音不要干扰自己,他根本没有经历过自己的事。 刘月决定把声音剥离出来。 声音质疑,刘月要抹杀自己。 刘月否认,并表示,有一把剑能够把灵魂剥离出来。 刘月表示,这么做太危险,那是一把杀人之剑。 如果使用后刘月不能够醒来,那就和死没有什么区别。 刘月表示,如果让声音占据自己的身体和意识,这个身体的力量只会带来灾祸。 声音并不怜悯人,他必须做这个决断,刘月想要保护人类。 刘月和玄机都选择了决定自己的生死,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自己也会难过。 因为身负责任,他不敢有任何行差踏错,只能永远坚强,不能倒下。 刘月表示自己一定会醒过来的,他坚定的想法让刘月也有些动摇。 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,但有一个条件,他要亲自动手。 他表示,如果刘月不希望让自己背负杀害同门的罪名,就一定要醒过来。 刘月身亡的消息传开了,只有门内的人知道他并没有真正的死去,而只是沉睡。 刘影处理完所有事情,等待着刘月的醒来。 沈修莲在听了这件事后,也封闭了新魂宗,不问世事。 百年光阴,刘月在梦境中有了新的生活,学了想学的专业,找了教书育人的工作,比起很多人来说,已经很幸福了,如果有一些休假,就更好了。 在他去上课时意外听到了情声,他很好奇,那个人是谁,为什么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。 明明两人没有见过,却让他眼眶发酸,似乎他们有很深的牵绊。 情声停了,弹琴的人询问自己是不是弹得不对,刘月连忙表示并不是,只是觉得在哪里见过他。 弹琴人表示自己也在这里教过书,或许两个人真的见过,两个人莫名惺惺相惜,刘月也演奏了一番,随后和他交流起来。 弹琴人表示,刘月谈得挺好,他虽然很想和刘月再相处一段时间,但是还有人在等他,他希望刘月能够回到他该去的地方。 刘月再次醒过来后,他忘记了这里的一切,以为这里是画本里的世界,但实际上,射出的生涯,才是幻梦一场。 如今,因为沈修莲威胁自己的生命,才让他想起了过去的一切,他就是刘月,这才是他存在的世界。 刘颖感慨他终于醒了,刘月表示自己想起了一切,沈修莲是想趁着自己失忆,刺激自己杀了他,但沈修莲高看自己了,他根本做不到伤害沈修莲。 他向刘颖道歉,自己让他等了那么久。 两个人拥抱,刘颖感慨回来就好,刘月很感激自己的师兄,即使他做的决定,刘颖不会同意,但仍然也会帮自己。 刘月在心里想着,自己会处理好一切,他见了自己的两个徒弟,夸赞两人都很乖巧,没给自己惹麻烦。 叶雪更是表示,是自己太没用,没帮上什么忙,最后还是刘月和刘颖醒来,才稳住局面。 玄龄表示,叶雪应该少吃点,情家修炼,他光吃饭,就是一笔大开销。 刘月感慨,两个人还能够斗嘴,看来相处得很好。 沈修莲寂寞地坐在一边,刘月来到他身边,表示自己想起了他,在沈修莲遭受创伤茫然无措时,刘月并没有陪伴在身边。 因为害怕面对这一切,又让沈修莲一个人度过了百年时光。 刘月表示自己再也不会丢下他,也不会逃避因自己而起的罪孕。 沈修莲疑惑自己做了那么多伤害他们的事,为什么对方还这么温柔地对待自己? 刘月表示,不能用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,痛苦已经过去,他们应该向前,要活下去,自己会陪着他。 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活着,去看每一天的日升月落。 刘月表示,沈修莲并没有想要杀害刘月。 那么现在刘月又要如何处置自己呢? 他不杀了自己吗? 刘月表示,把两个人分开时,是他拜托刘颖把他囚禁起来的。 表示,如果不囚禁他,刘颖应该会当场把他杀了。 刘月很疑惑,刘月竟然不忍心伤他,那为什么又不和他一起离开呢? 刘月表示,两个人已经是独立的个体,今后的事,应该他自己体会,他应该去往更广阔的天地。